那换句话说 你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你连一个战斗的意志 对抗的意志都没有的时候 你讲的岂不是空话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台湾最近他碰到了非常大的麻烦 在军事上有4066人 几乎一个半的步兵旅 自愿役人员纷纷退出自愿役的行列 他们宁可赔钱也不当兵了 这个就造成了台湾现在内部 他有五大隐忧 第一大隐忧就是第一个 兵力援额的不足 已经成为台湾军方的噩梦 那第二个 这些兵力的退出 我们看不单纯是一般的士兵而已 尤其是士官城市的退出 人员都很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知道 部队训练的主体 你尤其是步兵或者是陆军 他的训练主体是以士官为主 那换句话说 士官跟军官的退伍 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你基层军官 基层士官的元额 你没办法补充 没办法补充 你就没有办法训练 除非部队不断的缩编 那第三个 造成台湾编制元额的缺失 就是过去我们强调 满编率至少要超过七成 那现在七成都不到的时候 请问那你怎么处理 况且现在台湾现役部队的人员 16万5千人 那各位晓不晓得 4千人 16万减掉4千 你的兵力元额是21.5人 好 暂时的时候是21.5万 应该讲暂时的时候是24万 那现在你4千多人的基本干部 统统都撤掉 你对部队的满编率 你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第四个 这些退役的都是20到26岁之间 到26岁之间是体能最好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心血补充 那你如何运用这些部队 那第五个就非常重要的 宁可陪管 也不再当兵 也不要从事自愿役 那就证明了这个政策 是完全发生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台湾一年流失了一个半的步兵力 那我们现在看蔡英文政府 他怎么样 他恢复一年一的疫情 第二个全民动员 那你第三个除了全民动员以外 他还要扩充保紧兵力 成立第二个陆军跟第二个海军 还有海巡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现在问题是部队人员的来来去去 流动性高 虽然过去有一句老话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冰 但是你这个银盘基础不高的时候 或者基础薄落的时候 你流水的冰的流会更快的消失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 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 这个路线能够维持下去 抗中保台不仅是意志力的较量 更是兵力的较量 那我们现在台湾 已经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的后备疫虽然是有100万 但是每一年的调讯不超过10万 各位晓得了吗 现在你的校招无论14天 无论一个月 可以告诉各位 你每一年只能招训不到10万 不到10万是三重意义 第一个训练场地不足 第二个人力资源不足 然后你更重要的 你招训的目的那是什么 换句话说 美国要求台湾加强5个后备率 那是不可能实现 现在不可能实现 这才有稀奇古怪的 就是说用警力来填充兵力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荒唐的 那问题来了 你一年流失那么多 况且这一些都是接受过专长训练 就是在兵科教育中 都已经通过了专长训练 我们讲好比说装甲兵 导弹兵 步兵 还有炮兵 好那些等等 他们都接受过专长训练 那现在问题是说 这些有专长训练的全部退光 四千多人退掉 你要去补 就是永远在那边恶性循环 就是说那你不断的训练新兵 不断的训练新兵 训练完一批 他又退了 训练完一批 这个是等于是无效 就是等于重复投资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你民进党你再走 抗中保台路线 今天的兵远四千多人 四零六六人都已经走光了 明天就极有可能 好极有可能变成 好 八零六六人 就是换句话说 台湾只要一年 你损失一个半的步兵旅的兵力的话 未来你的教育训练 那你如何维持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大问题 那你兵员 现在都不愿意上战场 你还拼命强调 好备战及避战 你还要强调抗中保台 那你是自己找死 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一些问题 坦白说 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而起 但是意识形态 它不是一个信仰 意识形态也不能当饭吃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放在这个地方 你尤其去年8月 裴洛西老太太来的时候 还包含今年4月8号到10号 解放军的两次军演 就可以看得出来 四零六六人 就是说 我愿意跟你卷约 我不当兵 我要赔钱 那换句话说 你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你连一个战斗的意志 对抗的意志都没有的时候 你讲的岂不是空话吗